一直穿很短 屁股快掉出來這樣 然後就開始隱約聽到你男朋友就發出那種 欸? 喔 真的可以 是牙痛是不是 然後就一直這樣 然後想說 有菜渣 我想說 在打量他的屁股嗎 我就直接了當地問他說 是在打量他的屁股嗎 然後他男朋友說 我告訴你 他這個一看起來就是我在跳舞的 因為那個前面那個小女生 他就是穿了一副就是 街舞 有在跳舞的女生的打扮 所以屁股才可以這麼露 然後是真的很美 因為我自己看也覺得很美這樣 他說這個一定就是跳舞的 你有沒有聽人家講過 就是那個男生啊 如果交了一個女朋友是會跳舞的 跟你講他那一方面超強 他很多動作 拚開腰軟的啦 一般女生做不到的事情 他就開始跟你講這些 這種才噁心吧 可是我覺得男朋友這樣講我是蠻噁 可是如果是一般男生朋友 就是不是男朋友的 他們會講得更細節 我有一些男生朋友出去也是看到這種 漂亮女生有屁股的 會直接在我面前說 跟你說 這個屁股 跟他那個一定很舒服 然後你知道這個地方 對啊 然後講得真 形容然後他會說 這個 就多很多氣 真的 然後他就可以跟你分析說 你不知道一個女生要有屁股多重要 對 當你怎樣從後面看著他的時候 你這樣打他去那個閃彈的力量 是不是你們兩個很羨慕 你們兩個很怪 很羨慕 你是不是 沒有屁股妄想症 目前 是我覺得 目前聽起來 女生覺得 屁股這樣子 被形容是 不行 不舒服的事 對 但我想好奇問一下喜男們 你們在稱讚別人的臀部的時候 你們是不是覺得這真的是稱讚 我人真的沒有這一題耶 不是 這當然是一個稱讚 但是你不要把他講 你說什麼跟他做什麼 一定會很舒服 不是 因為他們覺得這是徹底的稱讚 可是那可不可以知道屁股很漂亮 對 可是他想要讓你知道他有多麼的漂亮 對他而言有多大的吸引力 也不是難的 我們也感測不到啊 而且我覺得配那些語助詞 然後那些聲音 稀稀疏疏的就很低低 對啊 我們也不會去打人家屁股 對 然後就稀稀疏疏的 而且你知道 其實為什麼 只講屁股不講其他 因為比如說那個腿長跟那個胸部 可能是天生 但屁股代表他後天有在鍛鍊 我們其實是在講說 其實他後天有在運動 我們其實是在講說他有運動 不是說他身材做 會激勵他 如果我要講在身材 我會說啊 胸部好大 或是說腿好長 但那個 後天不放動的 那先不要加西菜喳的聲音 就OK了 我都忘記了 你看男生都喜歡打球 就是球類運動 我們看到一個遠的東西 我們就會塞起 對啊 真的 真的就是一個很自然 有一項打球的那一種感覺 邵俠這樣講完覺得還蠻有道理的喔 對啊 天兵 胸部屁股都是圓的 我們都覺得 你說 那為什麼女生的臉是圓的 你們就沒有喜歡咧 他剛剛有說你 他剛剛說月圓 剛剛說月圓是夢多啊 邵俠沒有說過 蘋果啊 對啊 肚子很想摸著你的肚子很圓 對啊 你的肚子也很圓啊 圓就是好的 是這樣的意思嗎 對啊 會不會覺得有的時候 其實男生不讚美還比較好嗎 會嗎 因為有時候真的像 剛剛Paul哥那種講太長 就會漏洞一堆 像我以前有一個男朋友就很愛 就他有在學習怎麼稱讚我這樣 然後有一次我就剪了一個新髮型 就剪了一個妹妹頭 想說把我的高額頭遮住 但他就前面就先說了 哇 你這新髮型好漂亮喔 把你那個亮亮的額頭都蓋起來了 真可惜 這樣就沒有人照亮我了 他就會開一些這種無聊的玩笑 他覺得很幽默 但我聽完真的是 刷一下臉就白了 覺得 你是在開什麼玩笑嗎 我剪了一個新髮型 這樣算稱讚我嗎 就會覺得很不舒服啊 男生莫名的覺得自己很可愛 有點戲劇的感覺 不要太震驚 不行啊 就是 我覺得應該說 女生 有些人比較 care自己的一些點的時候 你們很喜歡踩那個點 就不要踩到那個點就好 對 你其他都OK 但我之前也是啊 女朋友剛買了一件 就像雨柔這樣 現在穿的這樣 很短的這種 洋裝 然後他就說 寶貝 等一下 欸 這麼重要的東西 一定要站出來講 可不可以出來自己的位置上呢 對啊 出來就怪怪了 對 我女朋友就穿 買了一件類似像雨柔這樣 就很短的 然後就也是這樣 公公的 他說 欸 寶貝 欸 Darney Honey 你覺得我這一件 看起來怎麼樣 有沒有很性感啊 我就買得很便宜啊 你覺得好看嗎 對不對 哪個顏色好 那什麼時候穿 我說欸 對啊 真的很讚耶 對 很漂亮 而且尤其那個 有沒有 那個荷葉裙邊對不對 荷葉裙邊 把你的屁股完全遮住了 好漂亮 這樣看起來就像一直線一樣 屁股完全沒有耶 真的是超漂亮 然後他就翻臉 當然會翻臉 對啊 那這時候不是應該要翻了嗎 你這時候 沒有 沒有 你的意思是說屁股太大了 你這說在屁股太大的意思 不能看的意思嗎 沒有 我說把那邊修飾得很漂亮啊 這不好看才會修飾啊 不用講啊 可是我們直接講就是修飾啊 不是嗎 你就說漂亮就好 你一定要多講這麼多嗎 好 不然 我已經有意見 少小也覺得不OK 不OK嗎 如果你 遮住你的屁股很棒 意思是應該要遮住才好看 我說修飾他的屁股 你剛剛說有遮住 看不到屁股很好看 完全沒有屁股對不對 你是這樣說 對啊 就是有那個線條就開始出來了 然後你應該說 像我老婆腿很細有沒有 她有時候會穿裙子 我說你穿裙子就沒有那麼好看 為什麼 他說因為你的腿非常好看 你這樣把你的腿都遮住了 就沒有那麼好看了 對啊 你要用這種想法 他說你的臀部那麼漂亮 你這樣子就把臀部的線條都遮住了 那個曲線就沒有了 那我應該講說就犧牲掉 啊你寶貝你穿這件好短 把你屁股都露出來 是不是 我覺得你就不用講假話 就是如果你覺得他屁股真的比較大 你就不要講 就說這個衣服滿適合你的 滿好看的 可是女生會問說 那我這樣子屁股好看在哪裡 對啊 那我這樣有沒有知道 很可怕 沒有 那你可以講說那你買這件衣服 買對 因為你整個比例變完美 對 這件衣服讓你加分很多 那沒錯 那沒錯 男人加油加油加油 你一定沒想到你被打吧 請到大藝術家來來來 普蘭王 哇塞 這個應該就多囉 我是覺得啦 但是就是說 因為掌美這個東西喔 其實 怎麼說 不能引邀氣獎 因為我有一次直接被打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時候覺得就是 我跟女伴要走路 因為我愛上她 是她的笑容 她的個性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非常快樂嘛對不對 而且拿她那一點不開心 是 因為我在走路的時候 就看好說那個中小中路那邊 都眼睛看別的女生 對對對 但是就是她那個時候很可愛 你都會看別人 都不成長我之類的 我說 好啊好 但是就是 因為我比較老實喔 不知道怎麼講嘛對不對 真的啦 然後呢 那時候走在咖啡廳那邊 然後 她一直在海在發脾氣 剛好 因為我在走在那個中小同路的那邊 Startbuck那邊 很多漂亮的女生 而且 比如說 你在 你在這邊 你是我的女朋友有沒有 我視線是這樣子 因為都是看女生 看劉雨喔 對對對 然後跟你講話對不對 欸寶貝 你今天很漂亮喔 什麼的 真的 畫他嗎 對對對 然後今天 對啊很可愛 我喜歡你的皮膚 他真的生氣 他真的生氣 打打打打 不是啊 因為 他沒有地方可以 髒美啊 對啊 那我怎麼辦 謝謝小舉哥 太不真誠了 太不真誠了 演一下會怎麼樣 那阿滴 阿滴有講過什麼 你印象深刻的嗎 我之前變很胖的時候 我有一次就把頭髮放下來 因為你知道 生日的小孩 頭髮都要綁起來 這樣比較好照顧小孩子 方便 然後有一次 對 我就去 去髮行洗頭 然後他就幫我吹 就吹了瀏海這樣 他後來說 他說哇塞 老婆 你今天怎麼那麼正啊 就剛好 你看那瀏海 兩邊這樣子 垂著就這樣 遮住你的臉 這樣子 臉變得超小的 然後整個比例 變得很讚 這樣很漂亮 你這樣超漂亮 你頭髮就不要再綁上去了 因為你知道嗎 綁上去全部看到就解嗨了 他就說 這一種好比就是像那一種 你知道 有時候啊 女生穿袖子 男生在 在那個袖子洞裡面忽然看 就是你知道 可以看到四有四無的 就是最性感的 如果你全部衣服都扒光了 就不好看了 對 小梁哥只有問你一句話 那你為什麼今天還要綁起來 欸對齁 不是 他快要不錄喔 沒有別的意思 我真的是好奇說 對好慘 怎麼剛好跟你故事講的髮型是這樣 我剛才在講了 我很胖的時候 對不起 沒有聽到頭 我再講啊 馬丁 你應該很會讚美你老婆 推給馬丁 完全不會 其實這三年 我只是一句話是有學到的 我現在 就是因為以前我老婆她比較不會化妝 然後她可能在化妝的時候 她可能會生氣 我什麼 弄得不好 那我就跟她說 啊 你是自然美 那這個就很好 可是問只是 因為我只會這句話 所以後面 每一次就要這樣子 我就會說 啊你自然美 或者是啊 我今天有什麼不一樣的 頭髮比較好看 啊你是自然美 欸今天這個衣服很好看 啊你是自然美 誰都沒有心繞了 你在做直腰 這個我要學會了 這個很好 還蠻厲害的 欸有時候小藝也會這樣 她會每次就我 我說出門化妝好麻煩 她說 不用啊老婆 你素顏就很美啊 卻那有哪幾個女生素顏 這麼美的 這很好啊 真的 真的 這我要表演 我也這樣會 我也這樣跟我老婆 但是我覺得有些男生 他就是在讚美你 他比如說他會想要講實話 然後想要用實話去讚美你 這樣他覺得比較發自內心 但是有時候就說錯 因為像我之前不是有講過 就是我有一個男朋友 他就是有一次 就不知道心血來潮 還是什麼 然後那時候冬天 我可能也吃比較多 然後有一天 他就突然這樣看著我 他就說 Baby你好可愛 好可愛 怎麼那麼可愛的小胖子啊 然後我想說 你才大飛之類 誰是小胖子啊